再過一個禮拜 就是我們農曆青年 在這個時候舉辦寒冬送懶的活動 是特別有意義 我也要謝謝我們李資政 能夠號召我們所有在地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北屯區跟本區里長民會 號召這麼多的朋友 一起準備物資包跟輔助金 不僅熱心助人 也為社會注入更多的溫暖 照顧弱勢朋友 一直是政府的重要責任 今年我們針對低收入部跟中低收入部 持續加發生活補助 同時我們也結合各界資源 增加食物銀行的設置 接下來我們公餐服務會再擴大 也會提供日常用品的輔助 在春節期間 我們衛福部 將啟動極安救助的通報 提供弱勢家庭 生長朋友及皆有更多的支持 讓大家都能夠平安的過年 而且過好年 那借這個機會 我要謝謝大家一起做公益 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李茂盛 董事長他 就是我們不運政基金會的董事長 他是我們臺灣婦科的權威 過去三十多年來人心人素 照顧母親與嬰兒的健康 政府在前年7月開始推動的 擴大不運政治療補助方案 李董事長也一起投入 替許多的爸爸媽媽來圓夢 那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我們這個不運政的補助方案 這個方案已經在各界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之下 截至目前已經幫助了6000多對的夫妻 誕生了超過7000名的寶寶 新的一年 我們會繼續的來努力照顧人民 推動各項福利的政策 提供更多的照顧 那我也要再次謝謝大家的努力跟付出 讓我們一起為臺灣以及下一代 衝到更幸福的未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